但是比起郭台銘 如此勇敢 如此而荒謬的一些言論跟主張 我們要請教一下 疾待黃袍加深的侯友宜市長 你對於這些荒牆走板的荒謬言論 請你提出你的態度跟立場 因為你們畢竟 你們兩位都是要禁逐國民黨初選 的這個主要的人選 所以請侯友宜先生 不要持續的等待黃袍加深 我們知道核一核二甚至核四 都是在新北市的境內 侯友宜市長 你過去說過的話請你不要忘記 侯市長 你在2019年8月22號 在那時候2019年那個階段 你不斷的強調 重啟核四是假議題 沒有核安就沒有核電 這是你說的 那你還強調 沒能力處理核廢料 就沒資格使用電 難道你不敢面對郭台銘嗎 當昨天記者在問你 你是否認同 你認為郭台銘的主張 立場 你的態度是什麼時候 我們很遺憾的 侯友宜市長 你的態度跟 2019年態度完全不一樣 你的立場大轉彎 而且 趨於轉 趨於轉弱 我們要求侯友宜市長 態度要一致 而且 新北市民的安全跟權益 是沒有任何態度的轉換 的餘地 而且 新北市民的安全 難道要葬送在 你為了要禁足總統大位 的這個身上嗎 我會說 我會說 你的天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